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公司的招整我享受什么权利 这部分是增资的协议 这部分就是一些常文性的 我作为投资者最核心的还是我普通协议 我普通协议主要是跟直控人或者说公司的高管 同时加进进来作为一个对赌 或者作为一个条款的约束方 因为你作为一个投资者 你不可能约束比你这两个投资者 同时作为这些条款的执行方 或者说经营股权股份比例的稀释 你稀释的股权指的是原股中的 或者说是不然的 所以我们会有这种 下面这个普通协议中的几个条款 第一个是反财老体 或者我们叫它反稀释的 这个条款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按照协议约定 后来加入了投资者等额投资所拥有的权益 不超过这些原始投资者 很多投资人就把反稀释条款作为条款之一 或者作为这种附加购股权 或者说这个股权期权的形式 溜到这个补充协议当中 一些典型的这个反稀释条款 或者说反财购条款 只是在未来充现约定的特律事项时才成立 这些特律的事项必须经历一段时间 或者说新农资达到这个规模之后才出现 你比如说原始投资人 比如这个后年企业这个1500元原始股 购买这个股价为美股两元 一旦未来该企业以 比如说美股一元价格的发行新股时 原始投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新股 则无需付费 但原始投资人所能获得到免费这个股份数 以及获得这些股份数 美股平均价格下降 是周章新股的价格选定有限 当然这个条款可能听起来稍微不短点 但实际操作中我们这个条款主要是干什么呢 就是反趋势转款 比如说我现在作为投资人进去 我占比是10% 等到下一个企业又要去增发的时候 我们的股份肯定要被吸水 这是无庸置疑的 让我们有一个先行的约束条件 我们可以追加投资 把这股股权比例维持在 我们想维持在一个股份数上 就保证我们整个货带 你随着企业融资也好 你怀利从股东或失货人的股份 不断被吸水了 但是我们投资者可以约定一个条款 就是我们这部分比例可以维持在一个定量 就是为什么一般会加进一个条款 这个条款的话 一般其实是作为战略投资者 可能会多一点 财务投资者也有主要底下的是什么呢 就底下的你先期进的时候 你长期看好这个企业 你现在占到10% 你后期的话企业要增化你被歧视了 但是你觉得这个企业的估值可能还可以 未来增长性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就要把这部分就是行使你的权 再追加一部分投资 以保证你在企业中所拥有的这个股份数 还是10% 其实10%这是可能是一个卡 因为10%以上在这个公司法 或者说这个董事会的 你可以要求有这种 这个董事会协位 或者你再谈到点 可以约定这个一票补决权 可是10%以上的这个股东 你是可以自己组织 发起这个股东大会的一个权利的 所以10%的话 一般还是对企业的这种强风险 还比较强的 一般去上市的时候 企业会吸露5%以上重大股东 跟这个企业的一些这种关联交易 或者说有其他的一些同业竞争的情况 所以股市这几个点都非常重要 反应的情况就是 我们为什么要形成这种反吸市条款 除了刚才说的几点之外 还有我们从投资收益角度来考虑的 因为企业它需要不断的融资 不断的融资之后 一直到上市 我刚才说到了 如果低于4亿股 你要吸市25% 吸市完之后 对于我们整个来说 这个持股占领次 就会下降很多 你简单算一下我们 你比如说现在我们是价比10% 假设我们融完之后 企业不在融资了 不过来的话 哪怕是直至上市 你还要吸市25% 其实你的股份数就很低了 这个数再算一下 可能也就7.5到8之间的一个比例 如果按这个数乘你的市值的话 其实你的绝对的收益率就下降了 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其实在计算企业 这个就是投资回报率的时候 我们也会把这个 提示的因素考虑进去 因为我们在算这个企业 未来这个市值的时候 我们是拿企业 比如说在某一个时间点 未来退出这个期间 一个时候先拖来企业 它未来要2022年退出 5年之后退出 那个时间点 我们预计它经历的是1个亿 我们在2023年给予这个PE 企业是这个40倍 对吧 那它就说41个亿的市值 我们现在占比10% 我们40亿的这个10% 比如说4个亿 但是如果上市之后 我们出现这种稀释 或者说不断的这个降低这个比例 可能就降到 比如说降到8% 那你40亿再乘以这个8% 你就有3.2个亿了 你这样损失是8000万 其实你前面可能只需要投几百万 你就能够赚了这8000万 这是一个逻辑 所以就为什么要行使这个反息事条款 当然有些这种反息事条款 比如说这种战略投资 刚才讲的战略投资 像这种阿里 腾讯这种 他们的反息事条款就比较强 一方面是投的话 他们是作为一种战略布局 对财务的收益率要是没那么高 他们更多的是想控制中的企业 一种像滴滴 前面说会投讯投资 他是不停的追降投资 他除了本身要把这部分的股权比例给分压起来之外 他还有一个不要被稀释的一个过程 这个稀释的过程就要保证他合理的在这个公司中的一股分数和一个商业地位 会抖制席位 能够使得企业对这个公司有所控制 这是反息事条款的 刚晚上讲一个是肯定性条款和否定条款 肯定性条款是指什么 是指非投资企业管理层在投资企业应从事哪些行为的约定 否则一条款是指非投资企业管理层不能在投资企业从事哪些行为的约定 这部分的话就是在VC和在PE的阶段还是不太一致 VC的话会要求性比较强 因为VC我前期投资的话我还是同一个团队 同一个团队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图 一些这个未来可能一些新的一些想法 所以我们会约定这个管理层 尤其是就是股东管理层 他们不能去做一些同业竞争的行为 不能同时去给其他企业进行一个坚持的行为 这是一定要约定的 但是后期的PE的话 这条的话约定性没有那么强 约定性没有那么强 因为就是企业本身把这个业务做大 做大之后 你不是利润振打到23000万或5000万 企业本身发展还不错的话 他没有太多的精力去从事那些就是其他的 或者去重新开拓一家新的公司 所以从这上面来讲 就是比如说它伪运层也比较低吧 前进的话你比如说VC 我这个商业模式不停 那我就关注商业模式 那其实对于同事来讲 你就拿同事的钱把它这个浪费掉 它伪运层面是比较高的 当然就是下面这种肯定性条款 我也给大家这个罗列一下 因为会包含哪些内容呢 比如说这个经营管理记录 被投资企业应给予投资人及其代表合适的渠道 为其能够接近企业的支援和经营管理的记录 其实是作为一个股东的一个废级们的群立 还有一个财务报表 财务报表是股东 是这个公司和这个管理层 定期向这个投资者提交公司 反映这个盈利和财务报表的一个财务报表 而其中这个资产费案表 省业表和新业流量表 需要安装年度和记录承报 年度必须要进入注资会议审核 这个其实是我们做投资管理的一部分 因为你投完之后 这个企业怎么样 我们最核心能体现的就是财报 财报最好是要经过这个快失试 之后企业的一个财务状况进行动化 才进行一个很少的一个体现 大家就是 像我们说 我们把这个投资管理其实挺够的 投资管理远比投资要难很多 不管这个投资管理不仅仅包含你这个看财报 你更多的还要帮企业能去嫁接资源 能被企业这个正经化 起到一个良好的帮助和协助 这是一个核心 不然的话你投完之后什么都不管 其实对投资来说不是一个良好的一个表现 不是说三分投七分过 你如何退出我去给你收益才是核心的 投完之后这个企业死掉了 你不仅仅好一个投资管理 其实重新投资的本质上来讲是失败的 然后再往下讲是第三条是这个预算 第三条是讲被投资企业 已经准备这个年度预算 年度预算必须就同收任何投资人同意 这个预算 比较重要的原因就是 企业的花费都来这个预算 这个花费数是合理的 比如包括像这个基础的企业 主要是在人员支出上的一个投入 这部分是不是合理的 就是能不能很好的 就是把这部分成本降到最低 或者说有些这个花费是不是不需要的 这部分的话也需要投资者进入一个很好的一个判断 或者帮助企业去进行一个决策 再往下第四条是财产情绪和保权 国际层区确保费楼企业的积蓄经营 所经营企业所必须的各项团 和合同公司的费楼权 并确保区完农组 这个是比较常为戴农特里面的 再往下第五条是保险 保险是讲的是相当于是一个高铁 或者说防风险的一个方法 再往下债务偿付和税管支付 就是讲到被投的企业 按照正常的要求施务区到期业务和宁脚税管 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强制的规定 但往下计划都比较常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相诉讼和其他公告 知识才能保护和资金使用 资金使用上我提一句 如果大家投早期企业的话 而且这企业负值1.1亿 你投2千万占比10% 其实企业每年的支出的情况 像大点了 你都可以在其中加一个资金运用的条款 比如说合同金额或更大支出超过100万元 需要进入投资者审批 这部分还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前期 虽然我们投的是团队 很相信这个企业也能做好 但是我们要加以管理和控制的话 我们必须参与进行 有些钱是不能乱用的 大约100万以上 或者200万以上 需要进入我们审批的 这会都是一些合理的要求 就看你对企业投资一个管理 分别加入到一个额度上就可以了 我们再往下讲 这里我们再讲 是叫首先拒绝 就是被投资企业在IPO之前 如果远辅向第三方向的股份 在同种条件下 当这些投资者有权进食该交易的发生 并行使优先购买的权利 其实这个说是优先拒绝权 其实是一个优先购买权的一个权利 就是讲的是什么 就讲的就是类似于这个 相当于是原有股东 就是转老股的情况下 我们作为投资者 我们是优先有权利 在投资的价格下 有权 优先受让股份的一个情况 所以如果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如果我们之前有投资者介入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召开股东 或者就是说 那其他的一些投资者 放弃优先行使购买权的权利 我们才能进取 不然的话 我们进去是没有效率的 就是其他投资者有权拒绝这个财款 并且就是先前投资者 有权拒绝这个财款 并可以优先行使购买权 这购买权 其实根据前面那个反习史 所讲的内容 一部分就是 就是把股份数和比例数给提升了 增加一下在公司那些 食物比例和这个决策的一个股份数 另外一部分就是 我们在这个投资收益上有所保证 如果您看企业 如果真的是要在IP那个时间点上 他要转到老股的话 你接进去之后 这个收益率还是蛮高的 因为你没有任何风险 你只是进行一个老股的一个转让 这个第三点 我再往下看见 共同售股权 共同售股权给大家念一下 在被投资起IPO之前 如果原股东向第三方转让股份上 当前投资者有权 按照你售股东 与第三方达成的价格和协议 参与死相交易 按目前原股东和当前投资者 所持的股份比例 向第三方转让 这个说法就和第三条是相对 第三条就是 他想卖的时候 我没觉得还不错 我们想买 第四条是什么呢 公司原股东想卖要的股份 但我没觉得这个时间点 上我们投资收益也赚的差不多 赚了可能有200% 300% 我们也想买 那我们就可以行使我们的共同收入权 比如说你打败150 我按照我们的股份约定 我在当中我也有优先送出的一个权利 所以这部分的比例 就是跟你在企业中的持股比例是相当的 当然这部分的话 就这部分权利在实际的 往往和国际这样发生的 跟他更多的情况下就是 比如说VC在很早的阶段投进去 当了估值翻了场 然后就跟我讲卖了 更多的时候是跟企业增资的行为起发生的 企业这种小融资 然后你觉得收益率差不多 但是你觉得可以卖掉 卖掉的时候 你就可以当前增加价格 打一个折扣 你比如打个九折 所有的时候卖给新的投资者 新的投资者在 就是把这部分的一个成本 就会降得比较低 这是经常发生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下面有一句话来写这个信息 就是说当前投资者的 应先购买权和共同出售权 实际上是通过被投企业原股东 反而股份施定的限制 来确保原股东都被投企业的 一个长期投入和旅行承诺 避免不理想和不必要的股东进入 反而使原股东和投资者 就承担相当风险和收益的一个条件 本质上是这样的 第五个股份回购权 股份回购权讲的是什么 如果被投资企业在一个约定的期间内 没有上市 被投资企业因应约定的某个价格 回购投资人所持有的全部和顾问股份 投资人可以在约定的这个届满之后 随时实行该项权利 其实这个权就是类似于我们说的 就是在PE投资中 用来会用来对赌和回购 其实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在你业绩达不到 直白的情况下 你可以提出回购的约定 或是在你上市的约定的情况下没有达成 你可以提出这个上市的一个回购 这部分回购都是有这个实际控制人 他们进行一个这个回购的 其实这部分我之前在讲的一个退出的过程中 我大概有提到 这部分真的发生的时候 是比较就是投资人或者实际控人 是很难去回购投资人的股权的 因为这个原始股东他也没有钱 对吧 他如果有钱的话 他就不会去做那么多资 所以这是有一个悖论 你哪怕他有一遍的这种 说是一个资产 你说有几分房产 他也不可能卖 是为了回购你一个股份 就如果说来你去拿一个东西 去进行一个法律诉讼的话 他的调节期是比较长的 一般的这个投资机构里面 他没有专门的这种处于 这种诉讼关系的一个部门在 对吧 因为大家做投资 还是从一个事前的一个法律 通通法线 就是事后的一个 风险房产上做的都比较一般的 这种情况下 就是真的发生了回购 这实际情况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我去把这个股份 转让给新的投资者 或者我们叫接盘奖 就是这部分的话 其实他中间可以做一个这种 实际上做一个协调 这部分可能有时候会 对接盘的人来说 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点 你比如说 我一个五年期的基金 投到企业已经四年了 那基本上的话 他上又没有上市 那所有人我一个基金的一个 退出的要求 我必须要退出 但是企业现在好像发生的 好像不错 不一定非常好 但是感觉上不错 那我要求原股东 就是实际人去回购的情况下 他没有这个回购能力 他会怎么办 他会把我这部分 转让给新的投资者 投资者看上这个节奏 也觉得不错 然后同时我们现在 打一个折扣 把这门的股权水迈出去 这是在实际层合中 会发生的一个情况 这部分已经讲完了 就回购 其实对赌的话 我后续要加一些case 把对赌再详细说一下 因为批都对赌 那就是我们看的话 就是对赌回购 投资席位 其他条款都一些 比较成功性的 约束性的一些条件 这都是没有问题 一般的企业也会同意 我今的时候 再跟企业来讲的时候 就是对赌回购 第六点是强制原油股东 卖出股份的群 这条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一个被投企业 在一个约定的期限内 没有上市 某个人有权要求 原油股东和自己 一起向第三方转让股份 原油股东必须按投资人 和第三方谈好的价格和条件 与投资者在被投企业中的股份 向第三方转让 其实这点部分 约定没有上市的时候 可以把企业通过并购的渠掉 卖掉的一个权利 这部分的权利 一般的话就是 出现了稍微少一点 主要原因就是 但凡是利润真的拿到 三千五千的时候 这企业还都稍微有点小梦想 就想有点小幸运 自己想去上市 对吧 不上市的话 他现在自己 每年三千万 五千万的利润 自己活的也不错 他就没有必须把企业卖掉 因为这是一锤就买卖了 你卖掉之后 可能有个两年三年的阶段 之后的话 你就给你提升光了 对吧 你相当于一个职业经理人 这么一个态度 一般的像这种创业 他本身就没有归属感 当然他除非自己特别想卖掉 实现一个财务自由 自己活 但更多的像这种人 他们更多还是想 做一番这个东西出来 这个我在实际的过程中 可能还是比较少的 一般的话 就是这部分约定 相当于给这个投资者 有一个这种退出的一个途径 讲第七个 第七个是这个创始人股东 管理层和主要员工内 投资人的承诺 这个承诺就是 包括这个签订 一定期限的公众合同 保密协议和非接争协议 上市前创始人股东 必须保留大部分股票 上市后创始人股东 管理层和主要员工 卖入股票一位限制 那股票的限制就是 不用约定在我们投资协议中 这个证监会 它本性对于这个创始人员 也是有一定的要求 以前是三年的影视不能卖 核心管管是两年之内 或者现在规定应该是更严 就是前期新闻出来之后 应该是更严 所以这部分 在整个一个投资协议中 约定也比较少 前期的话会约定一些 保密研经验 非经验禁止 这些可能是要约定 第八点是写这个陈述和保证 是讲那个投资人最初的投资 决定是基于被投资者 提供的信息 从商业计划说 才报表等 比如投资者有权要求 企业原有股东和管理层 保证上述心 是真实 准确和完整的 被投的企业 如果违背该承诺 企业必须向这个投资人 做出赔偿人 要求无偿 都是被投资人 股票作为无偿 这其实有说了一个 真实性的一个承诺性的 相当于是做一些处罚措施